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Super4OracleCircle的MOOC课程 这里是第六讲 我是汪亚杰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组函数 之前我们已经这个讲的这个单行函数了 然后那么什么另外一种函数就是组函数 什么是组函数 组函数给每行的集算出一个结果来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行的数据 然后经组函数的处理 最后会得到这一个数据 然后那么我们组函数 我们今天主要介绍 我们可以看到几种常用的 这个求平均数的 求最大值的 求最小值的 sum 求和的 这个组函数非常简单 如果单行函数会用了 那么组函数一定会用 所以我们就不一个一个的详细介绍了 组函数的格式 我们直接是组函数的名字加上 选择column 也就是列名就ok了 然后同时注意后边得有一个 逗号 因为是select的语句里边 然后在数值型数据中 你可以使用这个求平均数函数跟求和函数 然后我们直接写就可以 刚才怎么说的 说这个函数名 然后加上这个列名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直接求出来的就是这个结果 在这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lack的用法 lack后边跟一个单引号引号里边 通配符百分号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任意数量的字符 对吧 然后我们的这个技术函数count 我们技术函数它返回的是表达式中非空值的行数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列中有几行是非空的 我们就返回几 然后如果我们这个count新号就是返回所有符合要求的 组函数和空值的关系 我们组函数是忽略空值的 那么我们就是说求平均数的话呢 他不会把那个空值的行算进去 但是我们如果就是说 因为求平均数 比如说我们求平均工资 我们会先加出总工资 然后再除以人数 那么如果有人没有工资呢 我们就不算他是一个职员了吗 显然不是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上次我们说的这个nvl函数 他可以强制的这个nvl函数 他强制的把这个commission这一列的里边的控制换成了0 然后我们再进行这个求平均数的计算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上下两个值是不一样的 很明显下边这证明了这个commission这一列里边控制比较多 然后所以这个算上控制以后给的求出来的平均数比上边的小多了 group by 我们如何创建一个群组 使用group by 子句 然后这个group by子句的这个格式 就是我们select一列 然后我们直接group by 该列就ok了 然后什么叫group by 就是分组 就是把一样数据的 然后合并成一起 就是比如说这个departmentid是90的 然后我们给的这个求出来这个薪水的平均数 就是这个 然后因为是group by departmentid的 所以就是我们根据这个departmentid分组 然后那么如何限制这个组函数的结果呢 使用heaven语句 然后这个heaven语句跟之前的那个就是单号函数里边的那个wire实际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因为是组函数 所以我们用这个heaven 然后这用法也就不多说了 直接写这个判断的表达式就可以了 然后不要忘了sircle语句最后是语句块最后要加上分号 那么好 非常简单的组函数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深入学习sircle开发指南 推荐给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